大家好,我菜鸡,你们有没有试过相亲呢? 对于年轻人来说,相亲可能是老一辈才会做的事情, 但其实相亲一直都存在,只是换了别的形色进行而已。 出名结婚率低的日本就有不少的奇葩相亲节目, 例如安排陌生男女穿着连体衣生活24个小时, 又或者是第一次见面就直接接吻, 感觉对了这决定要不要继续约会。 至于结婚率越来越低的中国, 也有一档叫非常勿扰的相亲节目, 虽然尺度没有日本的那么大, 但也因为暴露出各种人性和事件在中国有很高的话题性。 《费城勿扰》从2010年1月开播, 以一王24后的形色进行。 24个女嘉宾通过男嘉宾的自我介绍和对答做评价, 喜欢的就亮灯,不喜欢的就灭灯。 所有环节结束后,如果还有女嘉宾留着灯, 男嘉宾就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女生带走。 当然,如果全部女嘉宾都灭灯的话, 男生就只能回去继续把左右手当作自己的女朋友了。 我十三岁那年开始, 我左手就发生了超幼儿的关系。 这个节目的一大看点是报名来参加的女嘉宾, 不管是瘦的、胖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、嫩的、老的, 只有你想不到的,没有在这个节目找不到的。 不过真正让这个节目走红的, 是在节目开播后没多久, 一位女嘉宾的惊人发言。 2010年2月, 节目开播后刚好一个月, 这位发型有点像诸葛亮的男嘉宾上节目找女朋友。 根据她的自我介绍, 她以前做过设计师, 月薪3000块人民币, 不过目前没有工作。 兴趣是骑单车的她, 还带上她的单车, 跟其中一位叫马诺的女嘉宾表白, 不过却被马诺无情地拒绝了。 以后愿不愿意经常陪我一块儿骑单车? 来,马诺开始。 我还是坐在宝马里哭吧。 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, 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, 这句话就是这样来的。 虽然男嘉宾之后鼓起勇气再次跟马诺表白, 但还是被马诺给拒绝了。 不接受。 其实马诺说的也是实话, 没有多少女生会选一个没有工作的男生交往, 我还是坐在宝马里哭吧, 我觉得也只是比较幽默的比喻法。 但或许马诺把话说得太白了, 节目结束后她成为了网民攻击的对象, 大家都骂她是中国第一拜金女。 刚开始马诺还有点沾沾自喜, 觉得自己红了, 可是很快她发现大家对她的评价越来越负面, 骂得也越来越难听, 甚至还有男嘉宾是特地为了呛她而专程上了节目。 对,马诺是不是挺喜欢宝马车的啊? 那既然她那么想哭泣不如来我妈妈这里哭泣, 我今天还不错。 算了,我不喜欢比我还臭屁的人。 这个节目其实不适合你, 像你说的这些条件呢, 应该适合选美, 因为下面做的不是大款, 就是富豪, 不要说你坐在宝马里面流眼泪, 就算你坐在宝石节里面流鼻涕都是可以的,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让出这个位置, 让那些更加真诚的女孩子, 可以到这个节目来寻找他们的另一半。 之后虽然马诺继续留在演艺圈发展, 但因为观众对她的观感不好, 能演的也就是一些三思线的拜金女角色, 但正正因为她才带起了节目的话题性, 可以说《非诚勿扰》最初的成功, 马诺是功不可没, 那如果说马诺是比较直白, 没有心机的话, 接下来的女嘉宾就是心机女的代表了, 不过她们不是为了争夺男嘉宾而耍了心机, 而是为了博版面, 有很多女嘉宾把《非诚勿扰》当作是演艺圈的踏板, 想要借节目一常上电视当主角的滋味, 所以她们会想尽办法赖在节目里不走, 例如有很多女嘉宾, 她们会故意流动到最后, 但是当男嘉宾想要牵走她们的时候, 她们又会用各种借口拒绝, 网民称这些赖死不走的女嘉宾做战神, 像这个叫方妮诺尔的中俄混选女生, 明明都已经流动到最后, 却又表明不会跟男嘉宾走, 而且给出的理由还非常的烂, 其实我今天我不会跟你走, 因为我答应过我自己, 在分手后的一年, 我会好好沉淀, 把自己脾气改过来, 你说你一年分手一年之内, 你不考虑这个问题, 那你现在分手多久了, 已经几个月了, 那你在这里, 要站她的前, 方妮诺尔在站着毛坑还不拉舌的做法, 让全常人都听不下去, 最后男嘉宾直接选了另一位女生, 导演组也把方妮诺尔直接赶走, 当然也有观众怀疑, 马诺和一众战神只是节目炒作, 网路上也一直有人爆料, 男女嘉宾都是节目组请来的演员, 除了包吃住, 每次录影还有几千到上万人民币不等的演出费, 不过一直都没有实际证据, 证明节目造假, 直到2016年, 这位参加过《非诚勿扰》的女生爆料, 说虽然她自己是真的, 但把她牵走的那位男嘉宾, 却是节目组找来的, 为的只是把她带走, 好让新的女嘉宾上场, 就连宝马女马诺也在2019年发微博, 暗示自己也是个演员, 只是按节目组的指示去做而已, 只不过要说《非诚勿扰》是假的嘛, 也不完全是, 节目就真的出过了一件真实的杀人事件, 2011年4月, 一位叫王家的女嘉宾当上了《非诚勿扰》, 来自西安的她当时已经32岁, 因为眼光高的关系, 一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, 她第一次上节目的时候, 就表明自己是冲着结婚来的, 此次《非诚勿扰》的寻爱之旅, 我希望找到我的灵魂伴侣, 来吧,牵我的手, 和我一起去西安看试园会, 来吧,牵我的手, 我一人承受不来, 来吧,牵我的手, 我将爱你在每年每月, 每天每分每秒, 因为态度诚恳, 王家又被称为最真诚的女嘉宾, 在参加第四次节目的时候, 她遇到了来自北京的张天忆, 而虽然张天忆比王家小两岁, 但她的个人经历打动了王家, 王家也非常诚恳地跟张天忆示好, 你说半年内想结婚, 然后想有小孩子, 这个想法跟我是一样的, 我真的很想有一个家, 然后跟他一起去过好每一天, 去珍惜我们的生活, 我知道你生过病, 我知道你也破过惨, 我知道你肯定是一个会珍惜的人, 我真的愿意为你去做任何事情, 王家的真情告白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, 最后也跟张天忆配对成功, 但是谁也没想到, 这才是噩梦的开始, 不知道张天忆是节目组找来的演员呢, 还是因为其他原因, 两个人欠手后没多久, 张天忆发简讯跟王家说要去美国出差, 最后就像人间正话一样消失了, 以为遇到正名天子的王家, 当然大受打击, 刚好就在这个时候, 一个从《非诚勿扰》关注到王家的粉丝, 视讯王家, 知道王家被张天忆甩了之后, 粉丝不断鼓励和安慰他, 两个人很快就见了面, 而且发生了关系, 因为搞到了肚子, 王家跟粉丝在2012年1月登记结婚, 4月举行了婚礼, 预产期在8月中旬, 不过看似美满的新婚生活, 其实充满了暗勇, 王家的身材因为怀孕慢慢的走得样, 本来就爱漂亮的他变得越来越照虑, 加上王家还有跟其他同妻的《非诚勿扰》女生联络, 然而他们不是跟有钱人结婚, 就是在演艺圈出道, 相反王家嫁的粉丝老公只是个普通的银行职员, 而眼看着曾经同他的姐妹斗过得比自己好, 王家的心态开始一点点的崩塌, 经常因为跟同妻姐妹比较的问题跟粉丝老公吵架, 最终在2012年8月2号凌晨, 还在熟睡的老公被王家用倒下手离世, 虽然警察很快就拒捕了王家, 不过因为王家的孩子马上就要出生, 法官批准他取保候审, 半个月之后,王家剩下了孩子, 哺乳其一结束就马上被收监, 案件之后在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不公开审理, 最终王家被判了10年的有期徒刑, 如果表现良好的话, 他现在可能都已经出狱了, 其实不管是《非诚勿扰》, 还是其他的真人秀, 他们永远都是半正半假, 不只是观众, 有时候就连参与者也会分不清现实和演技, 这或许就是真人秀好看的可怕的地方了吧, 好了, 我是夏姬, 我们下次见, 拜